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姨 你有没有想过 要是他们一直不原谅你 该怎么办啊 阿姨 你累了吧 我不作声 临终的曾经 希望你偶尔去触碰 Take by my heart Take by my soul Don't let me cry 让我一片悲哀 总会有平行的 爱情的宇宙 迷不世界里的纰漏 Take by my heart Take by my soul Don't let me cry 说出我的告白 总会有平行的 爱情的女 靠给 就此可爱的理由 Because I love you 你无法遇见 你无法遇见 做些鬼 小刀 几岁 你无法遇见 你无法遇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毛 向蓝 没着凉吧 没 睡得那个像啊 我想叫你起来 阿掩不让 说让你好好睡一觉 花姐 阿掩呢 出去了 走之前特意告诉我 不让我找你 饿了吧 来 吃早餐 阿掩 啊 啊 好 啊 啊 阿姨 你回来了 最近在忙这个 虽然在剧场 就只是简单地 跟他们对对词 不过 是我喜欢的工作 你喜欢就好 阿姨 我记得小时候 你跟我说过 很多自己的梦想 现在都还记得吗 此一时彼此吧 我觉得其实很简单 自己努力了这么久 不就是为了 和自己喜欢的 的事情 灾情 汤来了 这是叶阿姨 亲手煲的山药排骨汤 小萌姐 叶阿姨说 这是你以前 最喜欢喝的汤 阿姨 忘给你介绍了 这是新来的保姆 叫小玉 人情快又老实 挺可靠的 小叶啊 这个呀 就是我们家的男主人 周先生 周先生 尊心做事就好 先去忙吧 好 来 你跟我再去收拾一下 来来来 你先来尝尝 我做的这个汤怎么样 妈 好久都没有喝到 您做的汤了 来 阿姨来 来 妈妈给你盛啊 多点排骨 来 好 好咸啊 阿姨 我妈 一定是忘记放过盐了 又放了第二次 这汤实在是太咸了 还是别喝了 没关系 我可以喝 阿姨 你喜欢哪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以后天天给你煲汤喝 阿姨 谢谢 你再喝 再喝两口 喜欢多喝一点的啊 阿姨 好像又变回从前那个他了 今天召集大家来 主要是想跟大家说一下体育场馆的二期规划 周总 周总 我们认为 以我们目前的情况 体育场的项目应该暂停 对 我也认为应该暂停 这个事情怪我啊 上次DK商业城的事故 导致咱们公司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对名誉呢 也有不良的影响 这些都是我的问题 可是目前公司的资金呢 确实紧张 体育场二期呢 就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 所以我觉得 应该暂缓 可是各位也清楚 这一次体育场 与之前的地产项目不同 它有一个完整的规划 一期只是完成了基础设施部分 而我所有的设计重点 都在后面的童话主题上面 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周总 我们再商言商 我们都很清楚 体育场的项目投资过大 盈利周期过长 不适合我们现在的盛海 是啊 我建议啊 最好是转让给当地的公司接盘 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 长痛不如短痛啊 如果现在不停止的话 将来的损失可不止这些